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穷的同志朋友 大家午安 下午好 歡迎收看股市封神榜 我是許峰路 選後第一天 今天很多的股票啊 都有它的一個表現喔 或許有的是開高走低 或許有的還可以維持在高檔 那也有股票從低檔上去 那就是回到正常的一天喔 那當然今天早上會有一些 所謂的卸票行情嘛 畢竟執政黨延續了政策的機會大增 所以今天早上我們一直看好的 軍工 重電 都有很多的表現 但你一定要記得喔 一定有人提前去壓寶 那你操作上一定要跟緊我們的腳步喔 那我們今天有做或多或少的調節 調整 但是呢 你只要看我節目 你大家都知道我做什麼動作 那今天啊 又跟大家來做個小互動啦 你留言一下 你認為新一輪的資金寵員會是誰 歡迎啊 投資朋友可以去做留言啊 因為選後嘛 對不對 現在已經選後了 所有東西都要回歸正軌 該漲的會漲 該跌的會跌 該修正的修正 該整理的整理 那回歸正常喔 回歸正常喔 回歸正常喔 大家就是把這選舉都通通都忘掉好不好 你現在只要 focus在現在 新一輪資金它裡面要往誰走 那你心裡想什麼 你也可以跟風老師來做討論 那新的開始喔 在年前我們最後一個 的一個專案啊 直接跟大家來講 這要什麼 一元無限驚奇開春勝利專案 為什麼可以這個時候來跟大家來講這個 是因為風老師覺得啊 選後啊 行情會非常非常的一個刺激 而且特別 我們這個一元無限的一個 開出勝利專案用 一元加一元就加你88天的會期喔 想要知道詳情趕快打 電話2541555 或是直接掃描QR call小小數FSB688 可以在我們的 這個官方帳號裡面留言 好 風老師啊 在新春這個第一個專案 要可以帶給大家一個最強的後盾 替照你無限可能啊 這個是 已故的NBA明星Coby Bryant 這真的是 很厲害的一個選手 那風老師也期許可以跟他一樣啊 那帶給大家更多更多的一個機會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次啊 要誰也給我們的投資朋友的一個新的一檔個股喔 是2024新智宇 那這檔公司啊 現在還在相對底部喔 但他今年的需求會高速高速成長喔 官司去年的第四季啊 第三季啊 單季的毛利率就已經提升YOY368% 2024年的營收有機會倍速成長喔 那股價還在相對低檔 那想要參與這一次專案的投資朋友 這檔股票我們一定會馬上告訴你喔 讓你在這邊相對底部的時候 就跟我們一起分批底部清場布局 那我會跟大家來提喔 今天整個的一個觀點其實很簡單 今天的一個贏家觀點很簡單 來 我們現在濃縮持股囉 政策題材的軍工股我們現在只看疫期 我們只先看疫期 我們著重在疫期 疫期是這個雙光相機模組的主要供應商 是雷虎的雙光相機模組主要供應商喔 他未來只要標案一確定 基本上全部都漲 那上半年啦 大概標案他時間點 他會不見得他不會 會再不定時再去做公告 我們才知道什麼時候 但是他已經有新的縮時相機 他已經開始擺上貨價 那我認為他一月的營收就會比去年十二月 最少成長三成以上 一月會比去年十二月成長三成以上 那如果多的話就可能就是五成到一倍喔 五成到一倍喔 現在股價 今天早上也創短不斷的一個 反彈的一個高點 還沒有創新高啦 但我認為去年的高點98塊 以現在的價格來看非常的甜 往上最起碼要兩成 但突破去年的98 那基本上是啟動而已 所以政策群長先看一期 現在就看一期 一期能夠漲 他會帶動的是相關的光學鏡頭 光學鏡頭的一個題材 一期軍工的一個光學鏡頭 再來還有誰是光學鏡頭 也是軍工的 保勝 另外來看碳權 碳權我們只看浮華喔 碳權我們現在只看浮華喔 其他那些什麼 碳排查那些資充訊的 多休息 為什麼 浮華喔 他在我們之前跟大家報告的時間點 他是爆量之後拉回 我們開始跟大家講分批佈局 今天公會公道漲停 來到前波爆量區 那震盪一下很正常啦 浮華他又有太陽能 對不對 那最近能源政策應該又會起來 那又有什麼 又有碳權 未來會變長線基基母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這邊都還是剛開始 都還是剛開始 但是你千萬記得喔 你不要每次都追到山領上 你等一下看我們什麼操作 那AI我們還是看這幾檔股票喔 低檔的 偽創廣達台耀跟技嘉 今天雖然偽創廣達 是衝高之後拉回 但是呢 大家請記得喔 他們是不過是把前方 來到前方的壓力區 還有前方的缺口區做震盪 會不會要繼續漲 還是會啦 這我今天主要跟大家講這些 另外今天盤面有些比較熱門 是我們上次都跟大家提過的 像IC設計的部分裡面 是不是IP股最強 那但股王在休息 今天幾乎都是誰帶走 幾乎都是神盾家族 因為神盾說要 什麼下午有法說重大事件嘛 對啊重大事件嘛 但我還是提醒大家 操作股票做你做得到 做你相信的 現階段的神盾家族 我個人看起來還是一個本膽比 本膽比喔 就什麼 本膽比喔 他那是看你膽子有多大 因為他現階段的一個狀況 很類似很類似去年8月 9月時候的系統 還記不記得8月9月的系統 然後他一路的走 所以要來到11月份的創新高 那法說要告訴你說 其實我們沒有要做IP 那神盾說要做IP 我們相信可能 可以有機會 因為只要你什麼 買了公司 有了技術 相關再來做延伸 但你一定要記得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IP股 誰會最賺錢 世新KY 創意 M31 世新KY 創意 M31 再加一個記憶體的IP 叫IP 其他 你有的IP 不一定值錢 因為 馮老師 在週末的時候 跟很多的產業界前輩在聊 我們說 選後 到底誰會是什麼 大主軸 那選錢已經大漲 已經創新高的IP股 本益比已經拉到100倍 200倍 那你就是看了什麼 就看你願不願 主力願不願去拉 但對一般的投資人來講 你的風險會非常高 你的風險會非常高 來 3800塊的世新KY 如果他一個拉回三成 很正常啊 拉回三成很正常嘛 那就是1000塊 你敢會敢你 對不對 2000 2000塊上下的這個創意 拉個三成回來 600塊 前一段時間還記不記得 他還有1300多塊啊 現在已經來到將近2000塊 M31 前段時間 來到創新高 1100多塊之後 直接拉回 跌200塊 跌了兩成多 那最近創新高了 那你要不要去追創新高 個人 個人認為啊 不需要 IP股現在走到 用喊了就可以了 那我會建議保守 去做低檔布局的股票 來 我現在跟大家來看 今天這個 國際股市的部分啊 請大家留意 每股的財報季啊 有五個議題 企業獲利 AI以外還有什麼趨勢 總結環境現在怎麼樣 類股現在展望分歧啊 那巴龍總幹已經告訴你喔 今年上公不依賴 我今天啊 先跟大家講喔 大盤指數 未來某一個時點 會有一個大波段的修正 就是 用這個 這一個大的修正的過程裡面啊 它是指數會修正 各股各自表態 指數會有大的修正 但是個別股票會有各自的表態 所以你能不能去追創新高 不行 但底部的股票會不會跌 不會 因為人家現在修正的這 但是未來會有一個大修正 是要修正 現在漲多的股票 所以你把想法先修正一下喔 這個叫多空並存 指數未來會走空 個股未來會走多 怎麼那麼奇怪 很簡單啊 漲多了我必須要壓回來 我才有空間 今年的高點 我遠鋒老師認為應該還是會挑戰兩萬點 應該還是會挑戰兩萬點 挑戰兩萬點 那 我問各位 一萬八千點到兩萬點才兩千點啊 這還要分上半季 上半年跟下半年兩年來漲 兩季啦 這兩個這個 半年度的一個 的一個 這個時間跟空間來漲 那主力調控要怎麼調控 要怎麼調控 我的看法很簡單 上半年到四月中會有一波 可是我現在一萬八 接近一萬八 我要供兩萬點 不容易啊 為什麼不容易 第一季是電子股的淡季 不容易 而且現在電子股的位階很高 那你如果一公佈第四季的季報通常都不好 為什麼第四季季報通常都不好 會損嘛 那這樣你明白嗎 第四季的台幣升值帶來的會損 然後第四季股價的一個跌升反彈 帶來的股價位階高基期 第一季是電子產業的淡季 所以你直接找裡面淡季不淡 政策加持 資金從毛巾進去的 那 大多數的全資股都是電子股啊 一定淡嘛 指數最多稱盤就是金融 像今天為什麼衝高就下來衝高又下來 因為今天金融沒有跟著撐嘛 金融沒有跟著撐 那電子全值這邊再往上攻的力道相對有限 那我一直請大家注意喔 你只要看到巴隆週刊寫的東西 你一定要特別去注意 特別去做注意喔 所以我會跟各位講 未來這一段時間 你選到對的股票 市場主力資金願意進場的股票 你會飆很多啦 你會飆很多 但指數可能沒有太大空間 先記得 來 道瓊指數喔 上禮拜五啊 其實是有創高 雖然收黑啦 但有創高 他多頭沒有變啊 但是盤頭的樣子看起來很像 NASA來到前發高點 我覺得這個指數位置已經差不多了 他在衝高我就相對有限 費半啦缺口還沒補 所以我跟大家講喔 台北股市未來什麼時候會見 這個我說的大修正前的一個高點 就是費半把那個缺口補完之後 那補完之後的一兩天 就會是台股的相對高 指數高點 但不是個股的高點喔 很多個股市創高你只要爆量你要先走喔 那可是很多股票他在這邊還在很低的 你要好好買喔 因為啊行情持續在喔 個股行情持續在 指數行情不大 第一季的指數行情不大 來看加權指數 選後還是在這裡盤啊 你看加權指數選後還是在這裡盤 衝上去又休息 衝上去又休息 那貴買稍微強一點 這就是我在講的喔 這裡有創新高 這裡沒有創新高 那這個比較好 比較怎麼樣好弄嘛 所以中小型的股票 不佔全值的股票 接下來是重中之重 這就會讓你的操作會變得非常 非常輕鬆協議啦 非常輕鬆協議 來先看今天早上喔 台股上演卸票行情 找盤一度大漲對不對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政策 再早的有什麼 有生計有重電跟軍工 那生計大家可能做不太到嘛 因為它波動太大 重電我說你就看華城 低檔你就看大同 那中間就有什麼亞利 有四電 有中興電 那你記得啦 你記得啦 他們會提 他們只要一爆量一定會有人跑 因為那是當充大地 大市場 都在那邊做當充的 請記得 當充量很大都在那裡 那軍工這一早上 沒有鎖住股票 沒有股票鎖住漲停板 自然而然它就會震盪下來 因為提前上禮拜五就漲 但你去調整一下 手中的持股就沒有問題 來 你再看這張圖 有沒有 重電 來新能源 今天的一個風電也不錯 四季鋼有沒有 我們之前做操作過 今天又創歷史新高 太陽能今天是跌生性的反彈 那重電族群 對不對 你看這個圖一張圖就把這邊都包含了 但軍工裡面有沒有看到 就是無人機啦 就是無人機啦 所以我們先集中 來 俄羅斯2030年要年產要3萬架 這很大架 這很大架 你可以看到 這是大型的無人機 其實這個造價可能都 可能要50萬美金到80萬美金喔 來 最重要還是疫情嘛 對不對 跟雷虎切 切入國內的啦 其他的這個鏡頭能不能賣國外 當然可以啊 這個他的這個雙光相機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第一季 營收可以先上來的是誰 因為他是自有晶片喔 這個很特別啊 我先跟大家講喔 沒有幾間公司 他自己會有IC設計的公司啊 一起他自己有IC設計的部門 他自己有IC設計的部門 所以他的雙光相機的這個 這個相機的這個晶片啊 是他自己用的 可是他用的是什麼 是ASIC 特殊應用晶片 這個東西啊 不難 所以他的成本是相對低的喔 他的成本是相對低的 我現在在跟大家講 我剛剛有說過喔 真正IP股能夠賺大錢的 一定是什麼 先進製程的IP 很貴 但是他現在正在放量 所以那些公司會大賺錢 可是成熟製程的IP值不值錢 不值錢啊 放在大量也不值錢啊 所以你不要被很多人在講 我要切入IP 那一定賺大錢 告訴你 那就是炒一段啊 炒完就走啊 你要記得股票都是炒啦 股票都是炒 但是上來之後你要記得跑 好那回過頭來看 一起他自己就有晶片 而且他現在也在做什麼 訂閱制的服務 我最近都要看訂閱制的服務 為什麼看訂閱制服務 因為訂閱制代表 你會有源源不絕的收入 只要你的產品夠好 你的服務夠好 我問各位 你們現在還有人在買 迪士尼Plus的這個 訂閱的這個服務嗎 我老師跟各位報告 我老師那時候 有訂 看了兩個月三個月之後 發現東東幾乎沒有更新 就不再訂購了 可是Netflix 一開始 封老師喔 一開始訂之後 我就收不了 那就是停不了 每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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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都會扣 每個月每個月都有新的 新的電影 動漫 然後還有什麼 戲劇 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只要你想要看的東西 基本上在上面都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都相對的新 非常新 那訂閱制 這個都很重要 預期已經進入到IP時代了 他也要訂閱 他的雙光相機模組 還有他的一個雲台系統 他還搭配上了跟訂閱的一個相關的服務 他也有IP概念 所以他的想像空間是很大 我比較喜歡去挖掘那種未來會 一倍兩倍的股票給你看 所以你看我現在要集中在疫情身上 再來他還有美國軍工微光AR智能眼鏡 這個影像裝置的標案 他提供裡面的一個攝影機 那這個有 這個整個的標案是10年210億美金 當然都不是他拿 他提供的是裡面重要的零組件 但他自己也開始開發相關的眼鏡跟頭盔 未來會有自己的東西 我最近還在看很多的這個 美國的影集 就是我剛剛講說Netflix 對不對 很多美國影集 他們現在都已經在戴那個 智慧頭盔 智慧眼鏡 哇那個真的是生力其境 我看到還是19年20年的那種產品 哇又大又厚 戴起來 那真的是生力其境 運動員可以透過戴上這個眼鏡之後 直接身體參與模擬 實際上的什麼 美式足球的運動 我看到那一局 正好是美式足球的運動 可以開始做 那就是可以很真實的逼真 用第一人的視角 就給你好像就真的在什麼 在比賽一樣 這會改變很多的東西啊 這會改變很多東西啊 所以疫情現在有什麼 我剛剛講的 縮時相機 訂閱產品 無人機 雙光相機跟雲台系統 智慧眼鏡 智慧頭盔 這股票你看這個位置 來 上禮拜還在低檔 我說只要有拉回都是買一點啊 然後就拉上禮拜五 提前嘛 今天早上再怎麼樣 再創一個短高 當中的多不多 一定有 但不會太多 一定有 不會太多 因為它量還沒有非常大 那它今天沒有這個量 沒有過這個價 也沒問題 沒問題 還會再繼續漲 還會再繼續漲 這裡還是長線的第一點喔 我希望啊 如果你有幸 有機會看到 楓洛老師這一集節目 或是你這段時間 都有追蹤楓洛老師的話 我希望啊 它會成為你 持股裡面的一個標配 好 就像我 在2021年 我們在操作金豪科一樣 我認為啊 一起有機會像金豪科 往上走的那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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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好把握 再來 探權交易 七貴啟動 這是上禮拜四跟大家講 我在這裡面 我就說我探權只看兩檔 我之前只看兩檔 一個叫浮華一個叫維崗 我後來發現 你應該要找更純粹 因為維崗 畢竟股本比這個浮華大一點 所以我說你更純粹看這個 來 跟你講的是 23 24 25年 他預計的EPS 這個數字這麼重要 不重要 未來是 他未來每年會有8塊到10塊 未來每年有8到10塊 然後呢 最主要的關鍵是 他去年第三季才成立的浮華智能 鐵路綠色的一個經濟領域 這個部分 每年可以產出110萬噸 去年的 今年會進來 所以他今年會有220萬噸 那我先跟大家講 我裡面有估了一個價格 是2025年啊 其實今年24年啊 基本上探權價格 可能比去年翻一倍 明年啊 可能再比今年再多10塊美金 再多5成 那你要知道喔 你要知道喔 現在台灣的探權交易所 所交易成功的這些探權的一個價格 一噸大概是在10美元上下 10美元上下 可是同時間在新加坡的探權交易所 他們大約是在30美元上下 那這樣大家 大概就知道這個顯量空間是有多大 大家顯量空間都有多大 來你來看我們的操作 我之前告訴你說爆量非高點 爆量拉回早買點 我們在這裡跟大家講說 這裡當然是一個好布局去 因為這前半的高點嘛 跌破 假跌破 我還跟你講說 這假跌破就是要洗盤 假跌破要洗盤 有沒有 49塊3 這是12月28 漲上來到上個禮拜五 我還跟你講說 你來注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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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啊 隨時準備要供這個大量金 你看被拉平了嘛 這就是在做整理嘛 這一個黃金坑啊 再你看跌破之後我告訴你 跌破之後我告訴你說 這裡啊49塊多 這裡49塊多 是幹嘛 重要的支撐區 這裡是前方的高點 一定是支撐區嘛 人家洗盤爆量非高點下來這裡 這裡就是買一點好 這裡50塊以下你隨便買 到這一天 上禮拜四 禮拜五 今天呢 最高59塊5 來到這裡 量不夠能不能鎖住啊 這個就當衝隔日衝又很多 又來了嘛 跳空上漲 當衝隔日衝又來了嘛 但你是在這裡做布局的 你布局的交易從哪裡開始 然後49塊到現在多少 59塊 又快10塊了 那你覺得它結束了沒 我認為沒有啦 有拉回來補缺口那最好 有拉回來補缺口那最好 你又可以好好上車 你又可以好好上車 它這長線的題材 好 來 再來看大家最簡單的事情 對不對 來 這個是不是CES展 最簡單的嘛 AI Wi-Fi Wi-Fi 7 智慧電視嘛 是不是 那我說最重要還是AI啦 Wi-Fi 7目前看起來 我也跟你解釋過了 我只要講到Wi-Fi 7 我就要跟大家來講 聯發科 它經營的重點在Wi-Fi 7 還有就是它有在做的海式雷達 它有在做低軌道衛星 但就不是智慧型手機 它的大本業沒錯 但它這大本業今年 頂多是衰退幅度比較小 整個市場不衰退 但聯發科 最近手機的 這個部分會衰退 我先告訴你會衰退 但你要看它能不能從Wi-Fi 7 還有其他的這些 低軌道衛星 或者是海式雷達這邊 可以補起來 可是最明確的還是在AI啦 那我們來看 AI我們跟你講買低檔嘛 這個指數跌它會不會跌 不會啦 上禮拜四拉一根 禮拜五 再拉一根 有沒有 再拉一根 到234.5 今天再創高 創高是不是來到這根的壓力區了 有沒有接近 正一下沒有關係 正完之後還會再上 這個底部已經完全多頭了 有沒有基線扣底已經從這裡下來了 這是一個大的一個底部 營收跟上就會上 營收跟上就上 來 尾創 一樣喔 1月10號還在94塊 我說這個缺口會來補啦 只是的話這邊還有一個缺口 上禮拜四 禮拜五 今天早上最高103拉 是不是又10塊了 又快10% 8個%多 上來 它先把這個補完嘛 這個缺口先補完 那就表示這裡所有缺口都被補完了 這就是完整底部喔 這就完整底部 接下來 補量就會往上供 還是一樣你先看這裡好不好 這個是傻瓜投資法啦 廣達偉創是傻瓜投資法 技嘉也是一樣 這個大量區它還是會來挑戰 但是你 它來到接近三字頭 技嘉如果接近三字頭 一定是賣方不是買方 一定是賣方不是買方 台藥這個還在低喔 台藥這個還在低喔 今天又再上去 我認為它是會 這幾檔股票也會創新高的 這是會創新高的 那這個是我們一直在追蹤的 那今天我們先給大家一檔 一檔個股要先留意 就是一樣是訂閱式的股票 你要看這個新聞 達沃斯論壇聚焦鴻海網工 欸網工喔 所以資安很重要 資安很重要 所以今天先給大家帶一檔個股 叫利端 它也切入到訂閱式的網路資安的一個服務市場 這裡很簡單來講喔 它呢就是租了這什麼 伺服器 安全的伺服器讓你去做使用 你每個月可以訂閱 你每個月可以用訂的 這個部分可以讓你做什麼 安心的 安心你的資訊安全就安全啦 就安全啦 那因為應用越來越多嘛 包括像軌道安全啊 油電管線啊 還有煉油廠這些都有在用 那主要客戶 它現在是像北美的新創網路安全的服務業者 日本大陸也都有 那重點在哪裡 你看它的一個技術運線型 那請大家來看喔 股價是這個是啊 法縮錢最高來到126 124塊喔 拉回來休息整理那麼多天 這裡是跳空上漲 這邊我教大家一個簡單的一個技術分析喔 你只要是跳空喔 跳空當天不補 隔天不補 第三天通常就會發動攻擊 發動攻擊 那搭配到這個題材喔 你要收盤收到117.5 那前迫這個高點會不會過 我認為會過 這又是一個整理平台 過了之後啊 大概你就會看到法輪開始追 大概你就看到法輪開始追 好那是我今天 新佈局的個股 也可以我們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喔 今天這個一元無限驚喜的 開村勝利專案 讓大家喔 加一元多88天的會期 好不好 讓你用一元換新的奇蹟 換新的奇蹟 馮老師啊 會用這一次啊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無限的專案 開村勝利專案 來當你的最強後盾 我要知道你的無限可能 替的無限可能 因為啊 從現在到農曆封關前 今天結束完之後還有15個加一日 我希望在未來的那15個加一日啊 盡量提升你的資產禁止 讓你過一個好年 那透過這個簡單的專案 一元的無限專案 提供給大家 加一元 讓你多88天的一個會期 讓你可以啊 更輕鬆的 來掌握這一波段的一個行情 那當然喔 今天我們有這檔個股啊 開始送給大家 2024年新紀元 這2024年 這檔個股啊 我先跟大家來講 關鍵在於毛利率回升 需求上升 而且它切入新產品 而且是半導體供應鏈 今天啊 有一個族群叫 這個台積電的設備廠 先進製程 先進製程 今天其實有很多股票在往上漲 我們熟悉的紅素今天大漲 然後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的 萬潤今天是創波段高點 然後呢 你也可以看到 有個叫泰森 這是我們2020年的一個代表股 它今天也大漲 但是呢 我認為真正可以受惠這一波 然後它股價要真的從底部往上再漲 三成五成的 五成以上 我認為應該基本上是五成以上 從這個價位往上漲五成的個股 就是這一檔 2024年新紀元 也歡迎大家可以透過這個小小鼠 FSB688來進行索取 好好把握這一次我們的 嘉義元的專案 讓楓老師來協助大家 在接下來農林年前 好好賺自己的紅包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順利快 我們明天見 掰掰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特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否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